在韩国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是一种什么状况呢 当你刷到这条视频的时候 说明大多数人对你现在的工资待遇并不是很满意 近期也有越来越多的粉丝朋友们私信问我 去韩国武功前景如何 收入是否客观 首先我想说的是 如果单从收入来看 不计算生活成本的话 确实是比较高 随便做一个服务员 一个月也能拿个12000以上 送个外卖 一个月也能赚个差不多20000多 2023年的韩国最低时薪是9620韩元 核算成人民币是每个小时50元 这样算下来 一个月最低可以拿到11000以上 但前提是你得通过正规途径来务工的 如果是通过国内的中介 花费高昂的费用 用不正规途径过来的 真的真的不建议来 因为你根本剩不了什么钱 以上我说的这些大家要注意一下 我说的只是单纯的收入情况 韩国的物价及生活成本 相对来说还是高的离谱 不然也就不会有那么多 像大家了解到的那样 韩国一颗白菜能卖到30多块钱 一斤牛肉卖个几百块的消息了 一般来说 刚来韩国务工的人 基本上住的都是这种自建的小楼 有的连阳光都进不去 这样的房子 一个月也要交上差不多3000多元的房租 我接触过很多 在国内知名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来到韩国务工 在这边语言也不通 只能去做一些建筑工地等 单纯的劳动行业 每天工作基本上在12个小时左右 现在国内发展的这么好 机遇也很多 但凡我们少加努力 把在韩国务工的这份努力与辛劳 用在国内 相信也一定会有所收获 其实无非放不下的 就是这份面子罢了 真诚的奉劝大家 如果想要靠着来韩国务工 来发家致富的朋友们 就不建议大家来了